各位來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晚安 我是余香 那主辦單位呢 邀請我來參加影研的時候呢 我就說我超不會講話的 所以呢 我今天特別準備了講稿 請大家多多包含 那今天呢 我來介紹我要致敬的資深廣告人 也是大家要致敬的資深廣告人 李奧貝納董事長黃麗燕小姐 黃麗燕小姐的英文名字叫做Margaret 所以我通常都叫她瑪格麗特 那我認識的瑪格麗特呢 有超過20年的時間 那在我的眼裡呢 Margaret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行業當中 是一位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所謂內呢 就是她善待員工 所謂外呢 就是她善待客戶 那20多年前呢 我跟Margaret在澳美的時候呢 我們是工作上的搭檔 她那個當時她負責業務 我負責媒體 所以我可以說 我是親身見證的瑪格麗特 服務客戶的精神 那我只能用兩個字 來形容是捲舌的字 一個呢就是淋漓盡致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無為不至 那廣告這個行業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也要在這裡警告一下 23屆文大畢業的學生 你們真的要有體認 要有心理有準備喔 好那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客戶 會有形形色色的客戶 然後呢他們常常會 會因為需要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 那有些要求呢會讓人家抓狂 有些要求會讓你恨的想去跳牆 來撞牆這樣子 那面對這些客戶不尋常的要求呢 通常會有人就會抱怨 就說這個客戶太難搞 她的要求不公平 不合理根本做不到 但是在Margaret的身上呢 我看到她Margaret很單純的一個信念 她會認為說 我沒有 我一定要有能力 可以解決客戶所有的問題 然後呢我要滿足客戶所有的要求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客戶幹嘛找我 隨便找個阿貓阿狗來做就可以了 那不管客戶的要求合不合理 對Margaret來講 她都會恭恭敬敬的接下這個聖旨 然後就會努力的去完成它 如果你有機會到Margaret的辦公室 或家裡走一趟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她在生活裡頭用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跟客戶相關的 她以前不喝牛奶 不吃優酪乳 但也因為做了統一鮮乳這個客戶之後 她就開始試著逼迫自己要喝鮮奶 跟吃優酪乳 也就是說她認為 對客戶的服務精神 要表現在對客戶產品的支持上 有一次Margaret到我家來做客 然後我老公就提出來說 哎呀這麼冷的天氣 如果能夠在山上吃到一碗泡麵 熱烏烏的泡麵 就覺得是人生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我老公很白目的 居然在Margaret的面前說了 另外一個品牌的泡麵很好吃 那Margaret當然就當場就反駁說 只有魏丹排骨麵是最好吃的 因為魏丹是她的客戶 所以呢她在第二天的時候呢 就送了兩箱的泡麵到我家來 就讓我老公試試看說 魏丹的魏魏A的排骨泡麵有多好吃這樣子 那體會到Margaret對客戶服務的精神 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李奧貝納可以堅持不比稿 就是Margaret有一個信念 就是她絕對不想讓她的員工太操勞 所以呢她就堅持不比稿 那可是不比稿 因為廣告公司比稿 才會有機會有新客戶進來 那Margaret憑什麼說她不比稿 就希望有新客戶進來 我打個比方好了 就好像人家說韭菜香不怕巷子生 也就是說在Margaret的經營之下呢 她讓李奧貝納這個品牌 已經是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遲迷 遠近遲迷的一個餐廳 那所以呢 她可能應付她主動走進來的客人 就已經應接不暇了 哪裡還需要到街上去沿街叫賣這樣子 然後到處攬客人這樣子 所以呢在2009年之前呢 我在公開或私人的場合 我就會說 我經常會說 如果我是一個廣告主 我一定會找李奧貝納來幫我服務 應該嚴格的說是在 瑪格麗特主導下的李奧貝納來幫我做服務 但是呢2009年之後呢我改口了 因為我自己買下了聯廣公司 所以呢就改口了 Margaret不好意思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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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